前堂经杭州市地方有一个叫李武 这个人他喜欢吃泥丘 但是泥丘很难杀死 他吃泥丘的方法 不是一下子就把他杀死 他每次都将泥丘放在一个容器当中 用眼跟醋来喂食他 喂食就是用眼跟醋来给他吃 泥丘疲困到无法动弹的时候 才将他们剥杀加以烧烤 他说用这样的方法 能让眼跟醋入其骨 所烤出来的泥丘肉丝脆味美 后来他自己的胸部就患了这个燥热的病症 后来他的胸部就拟换这个燥热的病症 常常想要喝盐跟醋的溶解水 经常向家人要来喝 而且还说烧焦了烤焦了 赶快欢过来看看 他家里的人就将他的身体欢来富气 一日夜总要上百次 一日夜总要上百次 到最后肉烂 肉腐烂了 肠也溃烂了 最后死掉 这个前堂礼物喜欢吃泥丘跟曼里 他先用这个盐巴跟醋来喂食 结果他至于最后他也是胸部照肉 那必须要喝盐巴跟醋 然后一样说烤焦了烤焦了 最后胸部溃烂死掉 这就是因果不虚 那法师说琉璃王我们以前也有在这个讲座里面提过 释迦牟尼佛他们的四家族是被琉璃王灭掉的 琉璃王是个大国王 因为他妈妈莫利夫人 是卑朴的女儿 在印度四个种姓里面是索托罗斯建民 在印度他这个种族还是有差别待遇 所以琉璃太子在当小孩的时候 回去他的外公外祖母家去玩的时候 因为看到佛陀祭殿馆很庄严 他跑进去玩脚踩到佛陀祭殿馆被管理爷赫赐他 他是被你制止不能够污染这个圣地 那这个老法师说这个在释迦牟有这样记载 他说这个也不是前世的因果也不是在前世 而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后来释迦祖被琉璃王发兵 要发兵攻打前三次都被佛陀挡下来 最后一次琉璃王就不理佛陀 直接绕道而行把释迦祖灭掉 那时候弟子就问佛陀 为什么他们释迦祖会被灭掉呢 佛陀就讲在无量节以前 琉璃王他们这一群将士 那时候都是在畜生到 在一个鱼池里面的一群鱼 这个琉璃王就是那个鱼里面的头目 就是鱼王 那他现在的这些兵将就是那时候的虾兵 就是那时候的这些小鱼跟螃蟹这些虾 那么释迦祖那时候是这个渔村的移民 不遗的人 他们就把这个池塘的鱼通通打捞起来 把池塘的水放掉 鱼全部杀掉 这一群被杀的这些鱼厌恨不灭 生生世世都记得要报仇 到释迦摩尼佛出事的这一世 这些鱼他们转到人道来 那么这些鱼也变成人 琉璃王这一组 所以老法师就讲这个杀业呢 是无量解的怨恨 小小的一件事情 一挑拨就变成战争了 那释迦摩尼佛也想去阻阻这个战争 释迦摩尼佛也想去救他们的释迦祖 但是释迦祖曾经照顾这样的杀业 那佛他有三不能啊 佛他第一个无缘不能度 那第二个呢众生度不尽 第三个地内不可转 那释迦祖所造的这个杀业佛陀也没有办法 所以足足不了 怎么欠也不听不接受 琉璃王一定要把这个释迦祖灭掉 所以老法师说 最后释迦摩尼佛他们的家族 就有一些呢 从后面逃掉 所以他们的家族呢 释迦摩尼佛的家族最后逃到西藏 在后藏 以后就没有再回到尼伯尔这个地方来了 就在西藏那边漏腹 所以进攻到法师说 释迦祖也算是中国人 也算是中国人 那法师说这件事情呢 是当年张家大师告诉军宏法师的 我们知道张家大师呢 他也是密教里面的一位大师 那么释迦祖这一整个组呢 后来逃难的这个组呢 逃到后藏 他告诉我们什么情形呢 他说一定不能够跟人家结怨 他说一定不能够跟人家结怨 这个是世间的现在 最容易患的毛病就是跟人家结怨 跟人家结怨 结怨的后果很凄惨 刘里太子这是一个真实的公案 他要不是说当年他回到他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他们的这个良家 就是尤里王的外公外祖母 他回到外祖父的家去游玩去参观佛陀祭奠馆 被管理人喝斥说他是被你之子这样侮辱他 刘里太子的怨恨就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最早的怨恨这只是禁殷 最远的殷是在无量贼以前 刘里王是当渝王 他现在的兵将都是纳所有的这些 他的遗嘱 这些遗尺里面这些渝 他们当时被杀害的那个怨恨 那是原因 那是最早结的怨 因为你要他的命 刚才我们讲过所有众生所有动物 他们都贪生怕死 他们都要命 我们刚才讲 你就算是人 他没有命的时候 他都想要求命 你要他的命的时候 他什么都可以给 功名富贵也可以放下来 隋导法师说 结怨的后果很凄惨 生生世世多少事都不能果结结 我们看这个慈悲上面水灿里面 隋导跟曹措的恩怨 隋导跟曹措的结怨 在十世以前 在汉朝的时候 曹措 因为岩怨向皇帝说了一句话被砍头 曹措找了岩怨找了十世 可是呢 这十世里面 岩怨都当国师 他没有办法报仇 一直到唐义中的时候 唐义中尊敬 这个悟达国师为国师 因为太师仪的问题 试给他乘乡太师座 他因为起了傲慢心以后 傅瓦臣退开以后 曹措就可以报仇 就是此边三面水灿的由来 这也是结怨 所以生生世世 多少事都不能够结结 一结一生 连活菩萨都无可耐火 连活菩萨都无可耐火 所以无量说主节里面讲 世间冤暴之事 互为祸害 既造业因必结恶果 报应虽不立即显现 以当时 虽不临时 虽然当时他没有得到报应 但因果不虚 绝当报仗以后世 虽然当时没有报 但是 等到他福报用尽了 后面就会受到果报 老法师说这个事情麻烦 这些事情麻烦 这些事情麻烦 君公老法师在 《净土大经节演义》里面 508集的开示 我做了一段时间